各位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們今天繼續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今早各區的氣溫都比較平均 六點鐘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介乎18至20度 天色方面可以看看衛星雲土 華南地區雖然說有些雲層是覆蓋著 不過比較厚比較實的雲帶 都是影響著廣東西部 廣西、海南多一帶 在附近相對的雲層都是比較薄、比較鬆散 硬一點有機會見到陽光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會大致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留意今晚有機會有些微雨 最高氣溫大約有24度 風勢方面就吹這個和緩的東風 初時風勢是清靜的 長遠一點我們預計 接下來的兩三天天氣情況有點轉變 華南地區的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不時都會有些趙雨的發展 這些不穩定的天氣就是和一度低壓槽有關 所以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 我們的天氣情況會有幾陣的趙雨 不過去到周末的時候 天氣又會再次變得比較溫暖和潮濕 甚至是有霧 星期六、星期日的時候 最高的氣溫都會有26、27度 在這些天氣變化比較大的日子裏 大家要多多保重身體 這次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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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